真覺得那些專櫃乳霜了 你們可以去好好的面壁撕過 先撇開A不A唇這件事來講 它光乳霜這件事情就做得非常好了 搭配A唇用真的非常有感 我除了非常我真的想不到別的詞了啦 哈囉愛粉們我是Ashley 今天這一集我要分享我愛用好用評價的 保濕乳霜 抗老乳霜 總之冬季就是需要保濕 需要抗老 因為小細紋不小心就會產生 那今天這一集要分享的都是開架的產品 不僅讓你覺得有效 抗老 年輕漂亮 又可以審核包 好 那我們現在趕快開始吧 首先非常感謝今天的贊助廠商 Dr.Wu贊助今天這一支影片 沒錯 今天某一些產品我是幫Dr.Wu業配 然後再繼續推薦其他我認為好用的東西 那這就是你們討厭的業配紋 沒有錯 我非常的誠實 就是在開中民意先跟你說這是業配紋 但是如果你看到這裡 你就想要轉台的話 那就表示你虧大了 因為認識我的愛粉們都知道 我這個人說話是兩個字 中肯二字 這個不是我說的 這個下面的網友都在說我講話中肯 因為我就是把我真實實用的感受說出來 如果你認為業配就可以左右我嘴巴要說的話 那你就錯了 我不是那種沒有靈魂的業配 我真的覺得產品要夠好 我夠愛 我才會放在這裡推薦給你們 好 那我拿信用趕快開始吧 Dr.Wu超逆鈴多泰修復精華 那他們這次既試用給我的時候呢 我是抱著姑且一世的心態 因為我心裡想的是 欸 不夠厲害 我可是不會答應的喔 沒想到 欸沒想到你們就接下來繼續聽我說 我手上拿的這個精華液呢 是我目前用過滋潤度最頂尖的 如果你們有人遇到滋潤度比它還要頂尖的 麻煩你介紹給我 但是因為很多很厲害的精華液單價非常高 像我上一集介紹的小中平 它精華液的效果真的蠻厲害 可是它單價也高 而且它潤澤度呢 就是在那裡 如果你是覺得小中平呢 潤澤度還OK的人 你可以考慮這一支 這一支真的非常厲害 你看我這樣子滴管 滴在我的手背上 它的流動性非常的慢 乳白色對不對 然後你看我這樣把它推開 欸 推開之後 它看起來不是那種厚厚的精華 不是厚實的 但是它的潤澤程度非常高 我坦白說 如果你不是熟齡肌 或是你不是乾肌 你可能不需要這麼的潤澤 可是因為我乾 住在乾的地方 我也漸漸邁向青熟齡的區間 我真的非常注重保濕的精華液 那單純保濕的精華液又不夠抗擾 這個精華液呢 它吸收的真的不快 所以你要耐心的把它推開 然後按摩到它吸收完整 可是我跟你說 它吸收完之後呢 你看我的手的表面 還是有一層亮亮對不對 它現在還沒有吸收完 它真的吸收的不快 但是你就是要那些等它 因為它真的比較rich 但是它吸收完之後呢 它真的沒有那個黏膩感 你的臉上會有一層 非常像擦過乳液的那個樣子 有一個被潤澤過的薄膜感 但是不會油油的 但是會有一點點滑滑的 它吸收的很完整 你不會覺得說 怎麼這個精華液擦 只有七層被吃進去 啊三層還在臉上 不會 它就是幾乎都吸收進去 它就會留一層非常薄的膜 在你的臉上 然後讓你上後續的乳霜 我幾乎沒有遇過一支精華液 就可以讓我的臉潤澤到足夠 直接上乳霜 不需要再上一些有的沒有的 這個是我要是擦完SKII 我完全不需要再擦好幾層的化妝水 我以前會拍非常多層化妝水 就是為了讓它夠保濕 那這一個呢 我可以洗完臉 直接擦這個精華液 剛剛看到的那個量 我會擦半臉 所以我每一次都需要用 剛剛那個量的兩倍 來擦全臉加上脖子 這個精華液擦到臉上之後 你就會覺得我的臉真的被滋潤的 非常的足夠 如果要抗老的話 我必須說 單擦它效果非常小 你一定要搭配它的乳霜 還記得我在小中瓶小A瓶裡面講到 我覺得最近發現抗老更厲害的 就是這一個組合 我跟你說 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說 他們的抗老效果 一樣 又是K先生發現的 就是K先生早上都要摸我的臉 然後K先生就在 我用了他們兩天之後的隔天早上 然後在摸我的臉的時候 越摸越上癮 然後就說 你怎麼臉像baby一樣嫩 我也想說 真的假的 就我自己摸 我跟你講 我也摸上癮了 我就想 好細好嫩喔 就有一種 我跟你講 真的就是 嬰兒感 已經不是少女了 真的就是摸起來 細緻又柔軟 嫩的跟豆腐一樣 就砰 就是這個樣子 因為你會太久 太久沒有 接觸過肌膚 是如此般的觸感 一定要他們兩個搭配在一起 因為我就是曾經 把他們兩個放在一起 用一個禮拜 然後 臉的觸感 細緻度 那個平滑度 變得超 有感 之後呢 我為了要跟你們交代 所以呢 我就做了測試 我就接下來一個禮拜 我把他們倆拆開來 就是我這半臉呢 就只用這個精華液 配上別的乳霜 這半臉呢 用別的精華液 配這個乳霜 你了解嗎 我把它拆開來用 看他們分別 各自的表現如何 我把它們拆開來用之後呢 它那個細緻度 下降了不少 然後呢 隔了一個禮拜 我就發現 真的下降了 那再加回來 然後就再把他們兩個 放在一起 用一週 總共三週的測試 然後讓我發現 他們搭配在一起 使用效果 真的非常好 尤其是 如果你有在用A唇 我發現他們搭配A唇的使用 感受特別好 不論你當天是 有先擦A唇 再擦這個乳霜 或者是 你是什麼 禮拜一禮拜二擦A唇 然後三四五不擦A唇 但是呢 如果你那陣子 有在擦A唇 交替的使用它 我發現你那個肌膚 細滑細緻的程度 真的是 好的沒話說 我跟你說 我要開天眼了 這一組產品 我真的喜歡到 我必須要接下這次合作 你們會覺得聽起來很矯情 但是 你知道我 沒有在接合作的 你們看以前的影片就知道 下個禮拜回台灣 我絕對會 屯個三組到四組 帶回來美國 繼續自己用 自己花錢 屯混的那種 這樣你們夠有公信 你們到時候 發了我線洞 看我有沒有買 沒有買的是小狗 真的 非常的厲害 那我現在來 試擦這個乳霜給你們看 Doctor Wu超逆靈修復精華霜 這個精華霜呢 搭配A唇用 真的 非常 有感 我除了非常 我真的想不到 扁了詞了啦 喔 氣死了 中文應該要多唸一點書 這邊天氣比較冷 因為我覺得它真的 稍微有一點點 固態 一點點而已 然後這個 剛剛擦過精華液 對不對 我們擦別的地方 這個呢 它只要碰到你手上的溫度 它會有一點點化開 我告訴你 它非常的滋潤 它的滋潤的程度呢 不是那一種 會悶厚型的乳霜 因為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看老這件東西呢 專櫃的那些 你數得出來的萬元乳霜 可能五個裡面 有兩三個我都用過 我並沒有全部的牌子都用過 但有幾家我已經用過了 它萬元廢話 它應該要好用 但是如果千元又好用 這才是值得推薦的吧 對不對 你們要是有錢的話 就直接去買頂貴就好 還需要聽我在那邊講 大家就是每一分錢 都計較使用嘛 錢花在刀口上嘛 才希望就是百元千元 就可以買到 足夠CP值高好用的東西嘛 所以這個抗老乳霜 好用到我真的會自己囤貨 它呢 推開之後呢 我跟妳講 它有一點點像butter 它有一點點butter的感覺 但是完全部門一樣好吸收 但是它是會停留個大概百分之二十 在你的臉的表面 然後形成一點薄膜感 我非常喜歡內層薄膜 因為對抗冬季的乾燥 就是要內層薄膜 可以 能夠抵抗外語 然後這個推開 你看我這樣一推啊 它完全不會有那個 亮亮油光滿面的樣子 表示什麼 它吸進去 還有它完全不會讓你覺得 我整臉好厚重 好蓋了一層什麼油 或者蓋了一層凡士林的那種感覺 那個悶感 負擔感重的那感覺 完全不會 你看我這樣才推幾下 我的手沒有那個亮亮的油光感 那一層已經不見了 你去拿那些很厚實的乳霜來推 就知道 我在在說什麼 OK 就是這個意思 喔我真的太愛這個乳霜了 如果你在用A唇的時候 你可以不要用這個精華 A唇完就直接上這個乳霜 然後再加那個油就可以了 那個效果 我跟你說 你的臉就是一個 我不會說啦 我想哭喔 就是 很年輕啦 就是這個意思 你要是有在擦A唇的當天 直接擦完A唇之後 兩個加在一起使用 我就會發現 A唇帶給你皮膚的那些乾燥感 緊繃感 或是皮膚那種 乾燥脫皮缺水感覺 因為我有 而且我有很多天 一直持續的在試用新的A唇 會帶給我很大的這種困擾 所以我才會一用它們 就發現它們搭配A唇使用 會大力的 舒緩我的 乾燥感脫皮感之外 還加成我的抗老效果 讓我非常的 滿意 OK 再來就是這一罐是2500塊 我就會覺得它在開架裡面 不算是特別的低價 但是放到磚櫃裡面 你就會覺得 它很便宜了吧 我跟你講磚櫃跟開架的概念是這樣子 如果你去吃一顆8000塊的牛排 然後你跟我說 8000塊牛排是有點貴沒有錯 但是它好吃啊 然後我就會跟你說 廢話 它好吃是應該的 它賣8000 OK 好吃是基本盤 它不只要好吃 它應該要超好吃 它如果賣你8000 它還不好吃 那你是白吃嗎 所以 我跟你講 你花那麼多錢 它好用 它好吃 它好棒 是應該的 但是如果今天我可以不用花那麼多錢 但是它應該可以有個不錯的表現的時候 那它是不是很值得被褒獎 所以我就是這個意思 因為我如果花8000吃牛排 我就期待它要有16000的表現 可是如果我今天花2000吃牛排 它卻有三四千的表現 我就會覺得 好棒棒 要推薦給大家 對不對 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我覺得它一罐乳霜2500 而且因為我剛剛挖的量真的蠻少 它可以用很久 我已經用一個月了耶 才減少這樣 你就知道它真的可以用很久 我會自己願意花錢囤它帶來美國 你就知道 我真的真心推薦 下一個是 Doctor Wu角砂潤澤修復精華 它就是臉部的保養油 它整個就是油的那個觸感跟質地 這是夠它的公關品喔 這是我自己買之前就帶來美國的 你就知道 我原本就有在用它 所以當它寄這個給我的時候 我心裡會心一笑 想說 我本身就喜歡用你了 這個精華油 老實說 我覺得它最大的缺點 是它這個丫頭 Doctor Wu 我必須老實說 你這個丫頭 從我之前買這一罐 到我用這一罐 我都發現你的丫頭呢 有一個問題 你們再不改善 我真的是不知道該說什麼 但是兩罐都有這個問題 表示這個問題真的存在 這個丫頭呢 買來的時候 你是不是就期待我這樣轉開 然後擰起來 滴滴 它會滴滴油下來 但是我告訴你 一開始是這樣 大概過了一兩個禮拜 就一兩個禮拜之後呢 這個丫頭就會變這樣 你看到沒有 我沒有在一捏 它會自己滴 我沒有在捏 來我沒有在擠 然後它就會一直滴 看到沒有 看到沒有 它就會 我沒有在擠喔 我沒有在捏喔 它就會一直滴 所以它這個丫頭 就設計不是非常好 就會比較難控制那個量 但是瑕不掩瑜啦 好不好 因為呢 它這個油呢 我會一直買 就是因為我覺得 它真的很不錯 它在冬天的時候啊 它是屬於 潤澤度比較高的保養油 不需要用到一大罐 真的一滴 頂多兩滴就可以了 我跟你講這個油呢 它就是有一個 油崩壓的效果 它就是潤澤能力高 然後會提亮什麼的 對不對 可是我跟你說 我發現這個油呢 它就是摸起來呢 不是太油 蠻輕盈的 可是它卻有一種 把你的臉油封的感覺 你有沒有吃過油封鴨嗎 它是油封住那個鴨的本身 然後讓裡面的肉質鮮美 不要流失嘛 我真的長起來 就有一種油封鴨的感覺 都是那隻鴨 就了嗎 它讓我的加熱蛋白 我的水分 我的香氣 就是保留在我的皮膚裡面 不要流失的意思 是不是聽起來有點餓 我現在有點餓囉 就是油封鴨的感覺 所以這一罐油 我真的就是把你當作那隻鴨 然後它就用油把你封住 但是卻不會超級悶 因為通常我要做到這個程度的時候 我必須塗很厚的凡事鴨 然後讓皮膚就是很悶 然後就是一直都黏黏的有沒有 然後睡覺的時候都覺得 哇 好悶好厚重的感覺 這個油以它的潤澤度來講 它相對的沒有那麼的厚重 是偏輕盈的保養油 所以我真的蠻喜歡的 如果是乾肌熟齡肌 真的可以試試看這個油 它在冬天的時候使用 你的眼尾的那個紋 就是一個潤 這一組產品的抗老效果 我真的非常的喜歡 我已經講到這樣了 就是這樣子好不好 我已經想不出其他的詞了 我非常喜歡 我會自己買來通貨用 熟齡肌肝肌呢 可以參考看看好嗎 好 剛剛介紹的都是 冬季抗老產品 現在我們講冬季保濕乳霜 一定會有CeraVe的 長效潤澤修復霜 這一罐我在換季保養那一集呢 有非常的仔細說明 我對它的使用感受 有興趣知道更多detail 可以去看那一集 那我簡單來說 這一罐就是一年四季 都可以用的潤澤霜 這一罐我會認為 它的保濕力呢 是在開架裡面 算是非常好的 可是如果要抗老 真的就是要剛剛那一組產品 你就任何需要保濕啊 加一點潤澤啊 加強潤澤啊 薄擦 厚擦 我是覺得都行 就是很萬用 它真的就一罐小個大襪 就是一個白菜的價格這樣子 好 那接下來是CeraVe的 這個Renewing Night Cream 你有沒有覺得 這兩個大小 是不是有一點差太多了 那我買了之後就發現 這個跟這一罐呢 這個看起來比較油 這個看起來比較不油 但是它們使用上 感覺沒有差太多 就對我來說 它們是一個差不多的產品 就是它看起來它的油脂含量呢 是比較高的 來我推給你們看 我跟你們說齁 這個呢 在皮膚上面的感受 還真不及剛剛那個Dr.Wu 就是如果是擦這一罐 我可能還要再補擦很多其他的東西 我才會覺得夠潤 可是剛剛那個Dr.Wu呢 是那一罐乳霜加兩滴油 我就覺得夠了 就是差別這麼明顯 但是如果你沒有那麼乾 這罐CeraVe的光保濕力呢 應該就足夠應付你日常的保濕所需 因為呢 它的那個油感的成分呢 我覺得比較多 比剛剛那一罐 大罐的CeraVe還要多 蠻多的 這一罐真的比較像是Cream 而那個大罐的CeraVe 比較像是Lotion 它只是再濃一點的Lotion 你知道那個很些微的差別嗎 我盡量再解釋給你們聽啦 看我這樣一直推 你都還看得到那個 乳霜的質地在我的手上 那個白白的還是在 你就知道它的耗時感非常高 也是因為這樣 所以我猜它的保濕效果 很被大家所推薦 也是因為這樣 因為它夠油 這樣子 那我覺得這一罐呢 以CP值來講 還是不及剛剛那一罐大罐 畢竟它這麼小罐 但是如果是熟齡機 可能會更喜歡這一罐喔 我是蠻喜歡在飛機上面 使用這一罐的 因為它小 可以帶上飛機 再來就是 它一點點就足夠 讓全臉保濕 我就是要有一點 厚實感的乳霜 又不要太黏 然後來封住我的臉 讓我在飛機上 不要那麼乾 我覺得它的好處就是 它薄薄的一層呢 你就覺得那個油感是夠的 因為大罐的那一罐呢 你要是薄薄的一層擦過去 它馬上就吸收了 就不見了 然後你就再薄薄擦過去 它馬上就吸收不見 要一直擦 一擦 一擦 但這一罐就是 你看我薄薄一層再疊上去 它就一直在 所以你的臉要是非常的缺水 你就可以一直薄薄的疊擦它 薄薄的疊擦它 然後你的臉那個乾燥 有一點脫皮缺水的樣子呢 在它疊擦過後呢 會比較得到舒緩 我真的覺得很奇怪 就是這兩罐呢 看起來很不一樣 然後我使用的方式也蠻不一樣 可是到最後我發現 達到效果其實差不多 可能就是因應不同的情況 還有還有我想到 這個不能夠妝前用 這個妝前用非常好 這樣子喔 最大的差異 就這個呢 Always都可以用 身體 然後什麼什麼什麼 你想到都行啦 曬後 然後乾 或是妝前 晚上都可以 這一罐呢 我真的覺得 飛機上可以用 旅行乾燥的時候可以用 去寒冷的國家可以用 它對妝前的粉底來說 太厚了 它不是真的 非常厚 very厚 而是它對妝前來說 真的就沒有那麼的輕盈 還有 因為它會停留比較多 在你的臉上 它真的會停留 我覺得三成到四成 在你的臉上 我不知道很多人說 擦它很乾爽 我不知道那些人是怎麼擦的 我擦它沒有乾爽 它會停留那些在你臉上 雖然我很喜歡那一層 但是很多人不喜歡 然後 那一層也不適合 上妝的時候用 這樣 理解嗎 好 下一個 剛剛擦完這個之後 我的手真的有一種柔嫩感 就是深度被滋潤的 柔嫩感 但是 油油的沒有錯 而大罐的是比較不會油的 就看你喜不喜歡 有一點油份感 這樣子 好不好 好 接下來我要講的這個 我非常的喜歡 是Nutrogena的 A唇的碗霜 我跟你說 我一開始還想說 大家A唇就擦 A唇的那個什麼 0.1% 0.3% 1% 對不對 因為它是沒有%數的 然後 所以它應該 呃... 濃度應該不是太高吧 它沒有 它沒有寫它 含多少 所以我有可能是一個禮拜有兩天擦A唇 對不對 那我可能就挑另外沒有擦A唇的另外兩天呢 來用這個A唇的乳霜 那我這個是fragrance free的 不要有香味 然後我一開始呢 真的是抱一個半信半疑的 心態的用它 我想說A唇乳霜不就乳霜嗎 我先跟你說 先撇開A不A唇這件事來講 它光乳霜這件事情 就做得非常好 你先不要管它有沒有A唇喔 它光乳霜的滋潤度 就做得非常好 Nutrogena真的是 好用的東西真的很好用 我根本覺得它已經贏過很多專櫃 好幾千塊乳霜的那個效果 跟使用感受 因為它夠乳 你知道嗎 你在講什麼東西 它夠滋潤啦 真的 它一推開喔 真的是一個cream妝 而且超絲滑的cream 你看到我的手沒有 你看到那個 推開的那個延展沒有 哎唷 這道光芒 閃下你霜眸 它這個乳霜 有一點點帶有鵝黃色 然後呢 它光當乳霜這件事情 就讓我覺得它夠滋潤 就是以熟靈來講 我相信熟靈的人 都知道我現在的感受 就是年輕的小夥子呢 是沒有辦法知道 不夠滋潤的人呢 我們擦完保養品 就有一種沒吃飽的感覺 我好像好像付了錢 沒吃飽啦 那夠滋潤就是 我只要一點點的乳霜擦上去 我的臉馬上受到呵護潤澤 那個感受齁 就是你年紀到了 或是你臉要夠乾 你才會感受出來 譬如說假設你花50塊 然後買一杯 這麼小杯的珍珠奶茶 你喝了兩口就喝完 你是不是有一種 我有付錢 然後我有喝 但好像又沒喝到的感覺 沒有被滿足到 因為你喝不夠嘛 但是如果50塊 可以買到這樣的 700m的 你是不是喝得很爽 然後買到明天都還沒喝完 再帶你去辦公室 繼續加著喝 對不對 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只要一點點乳霜上在臉上 推開之後 要是那個潤澤度 夠 然後進去你的細胞裡面 給你撐起來之後 你在手摸的時候 然後你自己的感受 也都會覺得 這個 被滋潤的感覺 真的很美好欸 就是這個意思 女群經常常要出一些 讓我覺得 真的他應該 他應該 可以再賣貴一點 但是他賣的真的很評價 因為這一罐我記得 才20幾塊美金 意思就是說 才 五六百塊台幣而已 然後他這個乳霜 讓我覺得 打贏非常多 好幾千塊 專櫃乳霜 我真的覺得 那專櫃乳霜了 你們可以去好好的 面壁思過 反省一下 你們賣這麼貴 你們看看人家Nutrogena 出了這個乳霜 真的滋潤度大勝 好光是他的滋潤度 你就可以買他了 再加上他含有A唇 他是A唇乳霜 所以他的抗老力呢 我必須說 我目前呢 沒有觀察出什麼東西 就是可能 因為我一直都有在用 0.1啊 0.3的A唇 我目前都只有到0.3 所以呢 單用他呢 我是沒有什麼感覺的 我在用那些0.1%跟0.3%的A唇 我非常明顯可以看到皮膚的進程 但是用他呢 就是還感受不出他的美好 所以我目前覺得他非常美好的地方 就是在他的滋潤度 跟保濕度 所以我覺得 以我來說 大家就把它當做一個 平價 然後 保濕 滋潤能力 表現非常好的 高CP值 冬季乳霜 這樣 OK嗎 這樣講的 有清楚嗎 好 今天這支影片呢 我本來想說講到這邊就結束 但是因為最近我看到非常多人來問我 這個東西 然後我之前已經講過 但是呢 因為很多人來問我 打算再把它拿出來 稍微提一次 就是這一罐 First Day Beauty的燕麥保濕霜 那我之前在這一集 已經講過呢 我對他的感受 老實說 我買了它之後 我很失望 你看 我沒有用多少 這是去年的影片 就已經分享過這一罐 那我沒有用太多 就是 它有幾個缺點 就是說 第一個呢 它擦上去 它的吸收力 沒有CeraVe來得快 來得完整 它的吸收力呢 是輸人的 如果別人是九成 它大概六七成 它並沒有特別的輕盈 可是 它的 不知道為什麼 它的潤澤度呢 沒有那麼夠 挖一塊 它也是主打 它是 Cream嘛 保濕潤澤霜 我跟你講它在皮膚上 我挖得有點大拖 你們看我這樣不心疼的挖 就知道我真的不喜歡它 因為它上在皮膚上呢 它的吸收 你看我這樣推了好幾下 還在 看到沒有 它就是吸的不快 吸的不快 吸的不完整 還在 還在 吸的不快 不完整 然後最重要的是我發現 它會 變成說我就只有晚上能用 好 所以它吸收的不完整 不快 又讓我底妝起屑 然後再來就是 它潤澤的程度 不夠高 因為我當過要擦到你的時候 表示我需要超高的潤澤度 我需要保濕度 但是我發現 你就跟那些 不是主打雙類產品的潤澤度 差不了太多 因為有以上我講的那些 我覺得更適合我的產品 所以我就沒有那麼喜歡它 那如果你是乾的人啊 你可能就可以跳過它了 因為雖然它很溫和 然後雖然可能其他 不需要保濕力那麼足的人 會覺得它很好 可是對我來說 它沒有那麼的適合 保濕看好就是整個冬天呢 女人不斷要面對的問題 保濕做得好 皮膚沒煩惱 OK 希望你們每個人都是 水美人喔 我是Ashley 別忘了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追蹤我的instagram喔 我們下次影片見 掰掰